大家好 欢迎收听《望向编辑部》的节目 录音的时间是2020年12月24日 这里有我Raymond Wong 还有澳洲真BC 你好大家好 材士真力好 早晨 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帮帮手 点赞、订阅和分享 将齐抗疫聘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之余还要壮大一下中纳模式的力量 好了 又要真BC讲一下一些澳洲议题 是 这些又是没有文化真可怕 其实刚刚澳洲的电讯业界做了一份报告 关于澳洲人对于5G网络的态度分析 原来这份报告显示了澳洲人对于这项新技术 有着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理解和担心 从担心更加容易健康受损到可能变成间谍活动的工具 都有 这份报告覆盖面也挺厉害的 也有万多人 进行了民众对于5G的态度分析 结果四分之一的人相信5G技术会带来健康的风险 之后有27%的人觉得会被中国用来做间谍技术 哈哈哈 更加有人觉得 百分之十几的人 十一的人就觉得 会有可能令到自己感染上19 而且他觉得19病毒肆虐是因为有5G技术的发展 哇这个很厉害 真的有文化 是很有文化 其实5G技术面世以来 都是有一系列的 应该是虚幻 毫无根据的阴谋论绑在一起 包括很多人相信 刚才说的 和这个19病毒是有关的 而且相信是因为5G发射站 是用来播毒的 哇不是啊 我们都试过 我们4G都试过 我们4G都被人烧过 哦 那其实在5G技术出现的早期 都有很多人担心有健康的问题 但是呢 so far来说 是没有很solid的 叫做研究报告 证明了是有这些所谓的健康风险 但是今时今日呢 很多人都是打烧了这个念头 但是澳洲这个国家 依然很多人是不相信的 那么这份报告还说 虽然呢 很少人呢 就觉得 健康风险 就是5G大来的健康风险 问题越来越少 但是呢 5G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iPhone12上市之后呢 5G议题又摆上议程 因为iPhone12它有5G版 大家都想想 会不会有事的 不过呢 这份报告都说 原来呢 看不出 看上去好像一个 很先进化得的国家 原来澳洲人 都比较模式的 对5G态度 很多人呢 是保持这个很谨慎 甚至过度忍 过度谨慎的态度 超过57%的受访者说 不希望在5G的信号塔范围之内买楼 好 希望活在5G最搞笑 希望活在5G全面延通的世界里面的人 希望可以5G廣泛使用的人 居然只有百分之四十多 就是他们觉得是 这些是害人的 没用的 之后呢 这份报告还说 虽然呢 有百分之九十一的人都知道 5G网络令到全世界的 网速更加快 但是呢 对于5G其他的优势 就少之又少 之后呢 超过百分之三十一的人知道 如果延迟5G和6G的发展 是会到他对澳洲的科技业 是有限制的 之后呢 还超过百分之五十一的人 觉得5G是在骗人的 和对他的技术是感到迷惑的 其实呢 很蒙失 是 之前 除了你刚才说的四G都烧 其实呢 我们之前节目都说过呢 5月份的时候呢 英国的百名刊 利物浦 和贝伊法斯特呢 都是有人呢 烧了2G 3G 4G 5G网站都烧了 都有烧了 不是烧了 那利物浦的手机讯号 发射站呢 虽然呢 都是没有这个5G网络服务 但是都是被别人当5G那样 烧了 那贝伊法斯特也是 还有网上 针对5G的言论 就说这个 是我们革命来的 革命万岁 打低5G 因为他们相信 那其实呢 就是他们的5G时代革命 是时代革命 和服英伦 在这个伟大的BNO组角度 其实就是没有好像香港的和人 那样说 那些人比较开化一些 那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那之后呢 比较懂地球一些 是 一个呢 就说 会抑制 人 其实呢 英国的那些人呢 就那些 烧这些站的人 就这么说 就说 这些发射站 会 抑制 免疫 之后呢 会说这些电波 会播毒的 他说 所以 双重打击 第一 他就会发射一些 那些信号 就令到我们免疫系统受损 第二 他就会播毒 所以我们一定要搞定他们 电波 你有没有听过一件事 叫做电波少女 我听过电波少年 没有听过电波少女 电波少年 或者少女 都可能会 散播病毒 因为她是人来的 但这些电波 怎会散播病毒呢 哈哈 这只是叫善 只是说的 不过有人相信 那 电波少女 其实是没有善的 里面一个 应该有四个 一个女孩 当然 现在是中女 当时 当然 无数少男 都是 非常喜欢 这个电波少女 因为 样子漂亮 身材正 不过你不懂就算了 那电波少年是什么呢 好像是 一个日本人 和一个 香港人去 那些叫什么 就是 一边打工 一边完成旅途 因为她记得首歌是黎明唱的 那 其实为什么说澳洲的 那么大堆人呢 对于五株的 阴谋论 还是相信 而且是 显示到那些人很无知呢 那其实呢 因为呢 很多专家已经辟谣了 就说呢 这个五株技术有助于 散播这个19病毒的阴谋论呢 其实呢 她就用一个很强烈的字 就是 就是 好像唐英年那样说 completely completely rubbish 她就这样说 完全是垃圾 completely rubbish 那之后呢 其实呢 他就说 从生物学上说 是完全不可能的 还有呢 连这个 英国国民保健计划 的首席医学官 他都说 这些是最坏的假新闻 因为呢 令到整个国家呢 停滞不前 那很多分享者呢 都是 试图散播一个 虚假的阴谋论 就是认为 5株用手机网络 和无线电波 散播病毒 那其实呢 刚才都说过 有两派的 一个呢 就是 为什么现在19那么容易感染呢 就是因为 它会抑制免疫系统 抗病毒的功能 所以人呢 就会更加容易 重19 第二个流派呢 就说呢 是5株技术呢 就用 它独特的方式 传播这个19病毒 他说流派真的很流 真的挺流的 那么其实呢 根本呢 这些是毫无根据的 那么 根据这个 英国 雷丁大学的 一位 权威科学教授 叫Simon Clark 那么他就说 这个两个理论 他说 五株降低 免疫能力的说法呢 是根本不可能的 你的免疫系统呢 可能因为 各种因素 而短暂下降 比如很累 以及饮食不良 或者情绪不好呢 都会是 都会令到你容易点染病 其实也是啦 如果你 情绪不好 不想吃东西 你都容易点得病 那么 那么 5株的 散播的能量 其实呢 是很少的 所以根本不可能的 那么 无线电波呢 可能因为 加热而 扰乱了你 某个短时间的生理机能 那么意味着呢 是有免疫系统呢 是 短暂不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呢 5株无线电波 是很少很少 这个强度呢 远远是不足以影响 免疫系统工作的 已经是有 世界上已经大量的 科学报告证明了这件事的了 那么更加不可能的就是 5株怎么散播病毒呢 那么 当前的带流行病呢 都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 播毒的而已 而且事实是显示 很多人只不过是 不注意卫生而已 其实勤洗手 和保持水交距离呢 就是最实在的 5株怎么可以播毒呢 根本是 一些科学根据都没有 这些根本是 愚蠢的人才会相信的 就是说澳洲的百分之十几人 是愚蠢而已 是 而且他还说 很多地方 除了中国之外 很多地方都是 5株的网络 是没有部署成功的 现在中国都控制了 19病毒 那是否等于另外一方面说 其实这个阴谋论是假的 最完善的5株网络的地方 现在都是十分地很控制 应该是说 全球抗疫最成功的地方 但是都没事 其实就是证明了这个阴谋论 是信不过的 那当然 有些人就说 那为什么那些人要远离发射站 那这个是 我觉得现在的技术 他 因为我们每一次去 好像我们做这一行 叫做 和这个建筑有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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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都了解那些环保法律 那其实呢 每一个DA批出去之前 就是development application的话 批出去之前 都是有环保法律 就要离那个站 有一个安全距离 那其实 在安全距离之内的话 那其实是没问题的 那当然有些人都觉得 哎呀 心都觉得不舒服的 这么大的电塔 尤其是那些风水佬 那经常都说 这些是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样是第二样东西 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 都是心理因素多于一齐的 心理作用会很多的 心理作用会很多的 因为现在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装在那些街灯上面 那装在街灯上面呢 也都有人会投诉的 嗯 他就说喂 你这样装得很近我家 其实他家里 就是有盏街灯在门口 其实本身是件好事来的 就没那么容易 就是被人爆隔的那些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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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都亮一点嘛 晚上的时候 完全不理的 立刻反对 要连街灯都要拆掉 嗯 是有这样的人的 嗯 但是 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了 那因为其实 没有知的人还是很多的 那其实 讲一讲 其实为什么叫5G 其实就是第五代 移动通讯网络 那其实从1990年初开始 已经大家开始 使用的无意信号的 转头大个大开始 其实每一代的移动通讯网络 都是在之前基础上面有进步 那现在我们都之前节目讲过 那西方觉得自己5G 已经是落后了 其实他现在都是大力的 用着 发展着6G 嗯 那当然了 5G 4G 都是比4G 相对来讲 是有优势和进步的 但是 嗯 我觉得 小弟觉得 你说 真是一个大的 叫做大突破 那又真是不见得的 只不过快了很多 没有 没有而已 这个我就觉得 会是一个大突破来的 嗯 但是 很可能 这个是过渡性的产品 是 我也觉得是 真正 大突破 真是很大的大突破 就是下一代 6G 是吧 就是6G 那5G 当然它本身应该都是一个突破来的 嗯 一个技术的突破 那之后会怎么样呢 那 其实现在 很多时候 限制了 这个5G的发展 其实就是一些政治问题 好像澳洲那样 就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还有 那个现实 要告诉大家 就是很多地方 其实4G都没有铺齐齐的 所以现在 你讲5G 其实 对很多人来说 是没有意义 要不可及 尤其是澳洲边缘地区 是啊 其实4G 其实在外国 都是比中国慢很多的 根据我自己 个人的使用经验就是 所以 对于外国来说 其实他们有没有必要 现在就要用5G呢 其实他们都没有必要 其实疫情反而是 我觉得某程度上 是救了 就是外国的地方 是 其实疫情呢 就令到很多人在家里工作 那家里工作 那就是用 用回传统的 有线网络 那在家里面 就可能用一下 WiFi 那样 是我们都是 就是 因为其实 我知道尤其是 亚洲地区的朋友 对于网络要求很高 但是 可能我们真是 这里比较 狗流流吃地球 所以其实我们 觉得 够用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看到 有时我们 节目 尤其是我和家产都有时候 会断 因为实在网络 是真的有少少差 钱也不便宜 都整百元一个月的 但是奈何就是这样 其实我今天 这次回来塔斯马来 我第一条收到短信来自政府 就说 这个Telstra 11天要维修 应该重新铺设 不知道什么 总之说 你的网络会受到 一些不稳定 所以 对于我们来说 五珠 其实对于我来说 都是有些遥远 说真的 五珠 都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容量大一点 大家知道现在 下载一些视频 游戏的人 就越来越多 都需要大量的 频段资源 那五珠分配到的频段 其实就比四珠 是多得多的 以前的节目都说过 五珠的反应会更快 最主要就是 五珠的反应会更快 最主要就是 五珠的反应会更快 五珠的反应会更快 对于有些应用来说 是有帮助 譬如车和车之间的 溝通系统 但是 这些事情很坦白说 就是 不是明天就有的事情 那 在外国更加不用说 因为外国在这方面的应用 是 可以说是全面落后 是 为什么会变成全面落后呢 就是 其实很大程度上 都是疫情和政治 但是政治上的问题 反而就 因为疫情就救了西方 现在你留意一下 就是在西方的社会 每个人在街外的时间 比疫情之前是短了很多 是 结果就是救了现在的手机网络 是 那 为什么我刚才说的 completely rubbish 很别漏呢 因为唐英年真的这么说 而且唐英年那句话 还是被人用英文去矫正过 他应该totally rubbish 是 是 当然了 那说一说 不注意的应用 老实说 对于我来说 其实complete rubbish 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但是 当时唐汤就说错误 就被人咬它 是 因为他说了completely 是 complete rubbish 都是 都是 外国人会经常说的 是 但是唐汤其实 怎么说呢 就是 英文有时错 不批评他 但是 他现在都是 都是跟曾俊华 都是 那些东西 都是成为了 有时候都是罵政府的 哈哈哈 所以有时候 我们都咬一咬 他借些位 哈哈哈 现在很多人都是 罵政府的 罵政府有市场 香港的氛围是这样的 但是很奇怪哦 澳洲 就是 就是 网络这么慢 都是有人罵政府 但是都不是罵得很多 我真心地说 没有的 其实 我们这些地方 实际政府得到的支持 是挺多的 是的 尤其是抗疫 大部分人知道 要配合政府的重要性 嗯 就是我们跟 英国啊 美国啊 甚至加拿大都很不同 我留意到 是 澳洲那些人呢 其实 就是 信民比较多一些 是的 还有 大家会觉得 喂 你们的东西很难吃哦 又说那些什么都买不到 但是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不是很特别的事情 真心地说 老实话 就是好像那些 就是我认识最多 说那些东西不好吃 嫌三嫌四 很不幸地都是香港人 就是这些新 尤其是新移民社 他们 又来到这里 当然了 为什么要说这些节目呢 因为我有朋友都要投诉 这里的网络很慢的 那么 你们这个国家就是忍受的 是不是 当然你可以投诉 是的 没办法 很慢的这里做事 是慢就是慢的 没办法的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澳洲的人 对错误的容忍度高一点 高一点 其实香港人是很怒的 就是 容忍不了别人错的 自己错就没所谓 别人错一点都不行 自己错就当是側側博不多 对不起 很多人就是 新移民朋友都是这样 就是来自香港都很喜欢 你这样 自己错了 走开一点小小声 认错比较少一点 就是 那些新移民 不是全部新移民 就是我认识的 还有 说一说 其实 5G的频段资源抗容了 其实是8倍这么多 那其实 所以网速就要大大提升 当然我们都说过 那么 基站呢 占地面积都是小一点 所以其实 要安装多一些基站 但是要安装多很多基站 没错 没错 5G发射站 就会帮 令人更容易 5G 不是 19 是的 其实 你听起来很荒谬 但是 在澳柳这些地方 其实都很多人相信这些东西 其实很多人相信这些东西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 他不是真的相信 他是觉得 在我家附近 有人安装了一个这样的发射站 会影响我家的价值 最主要就是这样 那家楼不值钱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现在的新楼 其实很多都很近基站 很伯伯的 是啊 但是 就是 他们就是要反对 就是 你可以安装 但是不要安装在我家后面 不要安装在我家旁边 安装可以安装 但是 不能在我家的视线范围之内 看得到 这么像香港的 就是 没有骨灰音用 但是 在你隔离区 不是他家 不好吧 好邪的 好多这些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差不多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